第26題,請問車者在何時離0秒10的出發點最遠 那我們看到這個VT圖,我們的面積呢代表的是位移 上面這一塊的面積呢就是正方向位移 所以呢,後面這個就開始朝副方向位移 所以就是過了15秒之後,他就回頭走了 他就離出發點就沒有向前面那麼遠 所以我們看到是第15秒的時候離出發點最遠 因為前面這一塊全部都是正方向位移,一直朝正方向前進 只是速度的大小有改變而已 所以第26題問我們說,請問車者在何時離0秒10出發點最遠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B,15秒10